爸 你们为什么要给我转学啊 是因为家树转了学 我们搬了新家 所以才顺便给我转的学吗 小菊啊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 我就是觉得 我什么事都得让着家树 家树大了以后 我甚至都没有怎么吃过鸡腿 凡事都要以家树为先 爸 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孩子 千万不能这么想啊 你和家树 都是爸爸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 都是一样的 当然了 你弟弟从小身体就不好 我们可能对他额外关心了一点 乖爸爸和妈妈 忽视了您的感受 但是搬家这件事 绝对不是只为了家树 爸爸妈妈 希望你和家树都有出息 别像我们一样 一辈子啊 吃了没有文化的亏 孩子 为了你和弟弟 为了你和弟弟 我们吃再多多苦 也高兴了 好喝吗 你脸上脏了 别动别动 太脏了 工作干活哪有不脏的 张老师 虽然我跟不上这儿的学习节奏 但是 我想要留下来 因为有人对我抱有期待 我不能让他失望 所以我一定会加倍加倍加倍地努力 让您和大家都看到我的进步 证明我可以留下来 老师 月考的时候 您就看我的成绩吧 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 听见了吗 这孩子还挺有好手心的啊 加油 好球 六十一 没有 来帮我捡球啊 先前炸伤你屁股 是我不对 我不是警告过你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吗 我已经和你道过签了 如果你还生气的话 那你就用鞭炮也炸我一回吧 反正我只希望你不要再找我的茬 嗯